7月28号 香港立百强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郑斌和亚欧有限公司董事 旅游及城市规划顾问乔杰等一行诗人 立临我县考察调研旅游资源 对异想投资项目进行考察 与我县联媒描绘旅游开发蓝图 当天 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维南委陪同下 考察组深入我县城区 帝苏 高岭 东庙等乡镇 实地考察洞穴潜水 地下河天窗 帝苏摇台度假山庄 城江湿地 潜水基地等 了解我县旅游资源情况 我县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趣味优势明显 喀斯特地貌内容丰富齐全 地下河极其丰富 地下河天窗密集 堪称 盐绒地貌天然博物馆 世界天窗之都和全国地下河之首 洞穴潜水资源排在世界前五名 此外 还有全国一流的城江湿地等旅游景观 为开发利用这些旅游资源 我县提出了多安旅游发展的 浅岸河 关天窗 走湿地 漂河流 逛摇山 品红酒的六大特色旅游品牌 建设了石头开花 摇岭河漂流 翠平山公园和地苏摇台等景区景点 地苏地下河资源已于去年底成功申报了省级地质公园 目前正在对公园进行建设 争取两年后成功申报国家级地质公园 地下河天窗是我县特有的国际旅游资源 我县可以利用这一资源建设国际洞穴潜水基地 打造国际洞穴潜水和天窗油品牌 目前 我县正积极策划 包装好 广西都安城江国家湿地公园等项目 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休闲度假养生游乐营地 通过实地调研 专家对我县旅游资源给予很高评价 并提出宝贵建议 我们的游泳和游泳游资源是一个巨大的资源 which could attract 执行很多的游泳游 用于擂游的住净ft 尤其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吸引国际的亮点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的水啊 我们的洞啊 能够吸引国际的旅游项目过来 所以 它很重要当我们在游泳自行改变 他们尊重地围起来自好而别的游泳不拒绝 所以我们在 GPS这里才能够加快速 要注意就是把我们这个原来原有的环境保护 而让所有的旅游客到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是很原商态的 考察组认为 我县数量多密度大的地下和天窗 丰富的水资源 城江湿地及河流湿地 城市湿地 农耕湿地与一身 都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表示回去后 将把搜集到的多湾旅游资源数据进行分类规划 对一项投资的项目进行规划 与我县连美 把多湾建设成为产业发达 服务优良 环境优美 特色鲜明 开放度高 竞争力强的国内一流 世界知名的旅游强线 近日 香港立百强控股有限公司和欧亚有限公司 到我县考察旅游资源 为开发我县旅游资源出谋划策 包括这个 秦江河 相当漂亮 像刚才看到一路从城市 那边的位置一直走过来 中间看到有小岛 有很漂亮的江景 同时一大片的湿地 这样我们感觉可以好好的结合起来 再打造整个湿地公园 还有就是这个河流的一些活动 同时旁边有山 也可以结合这山地上的一些活动 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 整个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富 我相信这个能够给到 旅游开发的投资者 做开发者的很好的气质 秦江河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但它们是很重要的 要看起来 各种不同的城市 而且和这城市 它有尊重的于是一场地区 也有酷的 也许多的地方是有更多的地图 也许多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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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很大的地图 所以你必须要注意到 你的资源很厉害 因为它是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它会很简单 所以你必须要处理 要看这些地图 然后,我们会开始 在这样的地图 在这些地图 和像这个地图 和这个地图 然后,我们会进行另外一个地图 所以,要做到很简单 很简单 你能够尽多的地图 你能够尽多的地图 用你的地图